Safe一下,然後再預覽,即時預覽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效果,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有個超連結,後面有個超連結 這個他沒有幫我們把它切開來 那連結,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就會有一個這個箭頭出來 也就是只要有超連結 他就會有一個箭頭出來 不過這個效果還沒做,應該要做切割才對 對啊,看一下這個 只要錢,還是說這個中間 中間有空白,有兩個超連結 一筆資料 理論上應該要做出來,應該是要有這個切割的效果才對 那 項目,第二個項目超連結,這個是要預設的 還是第一個一定要加data icon 這裡的話特別注意,如果說你要做出這個效果的話 就是不能用什麼 這個span 這個span的話拿掉 才可以,而且 就是說 兩邊一定是 兩個 超連結 可是你會發現後面這個31有沒有 後面這個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什麼 數字拿掉 變成只有一個icon 那icon如果要變更的話,也非常簡單 其實直接 直接就是選這個 但是他字不見 那data icon,你可以去變更一下 看你要哪一種的 其實選一下之後的話 這個icon也會跟著變更 不過變更的話是後面的這一個 所以後面的部分的話是 不能有氣泡 所以氣泡跟icon是不能同時的 所以特別注意,那你就必須把氣泡給拿掉了 那變成說 要不然就是除非 看一下這個地方如果把它改成 下面這個地方 如果再增加一個 假如span後面再加上一個 比如24 然後再把它做超連結 這個地方的話呢 比如說我就 看能不能把控 這個地方 等於是如果這個要 保存的保留的話 我看這個地方再做超連結看看 如果把這個地方做一個超連結 然後把它save一下 試一下 超連結的話即時看一下 這個時候就可以了 就是說span還是會保留 可是呢後面會加上一個超連結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怎麼換到下一行去了 一樣會有超連結 可是變成說你這個span 因為span的關係 會變成在下一行出現 所以這個span的話 如果你要加的話可能會有這些相關的問題發生 如果把這個span拿掉 那把它 然後呢 還有一小就 和周圍 後面又會有一個 選項